时间我们最后还剩下一个解答时间 那有一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说 他是一个新移民 刚刚来到美国 发现最近附近的这个领居 开始挂起这个圣诞灯了 他自己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 但想要入乡随书 因为家里有很多的小朋友 那知道说这个感恩节的时候 圣诞节的时候 都很多的这个美国家庭 美国妈妈都会邀请亲朋好友 或是学校的同学来家里玩 他想要问一下 如果家里的小孩 想要办这种圣诞party 身为一个爸爸妈妈 怎么样协助自己的小孩 能够布置家里 像这种Christmas的这个活动派对 需要准备什么呢 有没有专家可以给他一个解答 哇这问题也是包罗万象 这个要讲答案的话应该是很多 我们跨小天时间为大家找到 这个是专门办活动策划的专家 就是我们的伊娃酱 请他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在感恩节是不是每年 在圣诞节每年的这个布置 是不是都有不同的theme 不同的这个流行趋势 如果我们现在是一个新手爸妈 或者是一个新移民 想要在家里布置这个圣诞节的 这个party的话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活动专家 伊娃哈喽伊娃你好 哈喽你好 跟我们聊聊您最近的这个 在2021年年底圣诞节您的建议好不好 好的我觉得圣诞节是家里人最好的时间 一起花时间装办圣诞树 然后我觉得首先呢圣诞树 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可以买假的 一种是可以买真的 那真的话呢 就是会在家里留下很多很清新的味道 那对于装饰这块呢 当然每一年都可以有不同的主题 但我觉得更加能留下深刻的 有记忆的印象了 就是孩子和父母每一年 在这一年都选择一个装饰的一个 喜欢的物件或者手工做一个 那每一年去布尔的话 那预计月累 当孩子大了时候 他就会在这个圣诞树上 发现他每一年的这个成长 他每一年喜欢的东西 都在这个圣诞树上 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存留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的一个小建议 所以赶快买棵树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想要立刻有过节的气氛 外面灯也不想挂 这个路上也不想要再放圣诞老人 至少家里圣诞树最简单嘛 家里或办公室马上买一棵过来 但是讲到圣诞树 我自己就是有买过新鲜的 也有买过塑胶的 新鲜的的确是很香 但是他香完一阵子以后 你要收起来要回收 要搬回来要处理 这都是一个大工程 所以您自己本身看到 我们亚裔的这些一般的家庭 是不是都是买这个假的圣诞树 我觉得买假的会比较多 然后样子的话会形状 各方面会比较漂亮 买真的真的很麻烦 我是年年都买真的 每次扫的那个 每次扫的那个送针 都会觉得好辛苦 但有一个仪式感嘛 是不是 对 仪式感 哇 那我们有发现很多美国人 非常在乎点蜡烛这种事情 家里有一个香氛啊 有种过节的苹果味 肉桂味啊 或是整个就是有那种 圣诞节的这种氛围 所以你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建议 我们大家 如果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这个除了圣诞树之外 蜡烛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采购 放上去 马上气氛就来的 像彩带啊 然后那个圈圈啊 对门口要放那个圈圈 对 然后还有圣诞花 OK 哇 圣诞花 然后当然也可以用气球 做圣诞树 气球 那直接用气球绑成一棵树吗 耶可以的 用气球可以绑成一棵树 好的好的 我们知道你是活动策划专家 那常常在这个 St. Gabriel Valley 看到我们这个Eva的踪影 在帮人家办各式各样 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活动 所以如果家里想要开party的话 直接找一个专人的话 其实不管你是要生日趴 你要Christmas趴 你要wedding趴 任何公司 好像想要做什么特殊的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St. Gabriel Valley 有很多会讲中文的 这种专门办活动的高手 是不是 是的 没错 好的好的 再次谢谢我们的这个 活动策划专家 我们的Eva 谢谢你为我们做的解答 感谢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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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